这是宜蒙山的云蒙景区 国家5A级景区 金刚门 坐去选车大约15分钟 马山的话需要两小时 这可能需要三个小时 现在温度有20度了 看看山上的雪还没有化 很有意思啊 这就是天池 山上的冰 看瀑布也没有化 这就是云蒙峰 这三个山峰 看看像不像个山子 从这上去就是云蒙山的山顶了 这个地方是李白和杜甫 还有孔甫的登林处 大云蒙峰 小云蒙峰 在山上还有地方写一写 这叫龙凤松 龙凤城峡 有五百岁了 这就是著名的天湖峰 推进来看看像个大茶壶 这个地方是七凤山 也是刘虹观天亭的地方 刘虹是发明了出蒜 被尊为蒜圣 这个就是当年孙碧 这个就是当年孙碧 写冰书 在蒙山顶上写冰书 用的燕池 这就是蒙山巨龙了 还是这一条更像龙一些 这就是巨仙台 是蒙山道士 赫园和乔童与神仙相聚的地方 苏东坡还为了他们专门写了一首诗 宋乔童并贺君 六首并絮 我说这个古树挺有意思的 叫仙人杖 大家注意看看这棵树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叫茶棉 三种不同的植物插在一起 这是棵千年银克松 这是秦光绪二年 建的这个 翠云冠 这个冠里边有三宝 这不仅是一个吧 当时乔童修的 宋朝的时候修的 这就是千年和手路 我还没见过 真没见过和手路 长这样的 金朝时候种的 这是蒙山道士 张远浩 从南方带回来 三百多年了 号称江北第一山 康新年间的三间山 这边是三禅殿 这边是四行殿 这边是四行殿 其实道教文化受佛教的文化影响很深 现在道教很多它的道规啊 这些规矩啊 都是跟着佛教学的 这个刀罐倒是不大 但是很有意思 比较精致吧 好了出去 这下面就是羽王庙 旋王庙 这个药 我还可以看 药杨 可以看到药杨上的东西 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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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光阴殿 女王殿 这是指什么殿 现在字真不认识 但是我估计应该叫指虚殿 我估计判断 因为道教嘛 肯定是子虚 这话很有意思啊 真的很有意思 女王殿 那边就是龙王位 好了 这个女王殿逛完了 也不大 这不是啥洞 请勿进入洞中 不进去了 这是镜面似的 没有意思 确实像个镜子 看下这冰雪 二十多度了都不化 很奇怪啊 这叫戏台石 是王殿老祖欣赏这个仙女 翩翩七果的地方 我还以为就我们这些俗人喜欢看美女 原来神仙也喜欢看 这边他们说是美女士 是这个嘛 上面的是狐狸 下面的是狐狸 还真像 真是鲜胡西龟啊 叫鹤园桥 这个桥的时间挺长了 有1000年的时间了 是在五代时期修的 是后进的水部圆外 鹤园 祠冠修道 后来它在萌山得道 在一百五十岁的时候 在这个瓷桥他的弟子相会 苏氏还专门做了瓷 这个地方是小冬关 有很多石球啊 这个石头没有人命名啊 在这个位置再刻一个 叫鱼嘴石 又有点像阴阳鱼 是不是 挺形象的 这就是今天中午的午饭 刚才遇见个小胖子 爬的就是他不爬了 下去了 带他媳妇下去了 他说要爬到那个上面去坐车下去 结果一年不行 别人爬一万二十两个时到了 还得爬三四个小时 才能到那个女郎庙 他找了媳妇警授 媳妇把媳妇笑的 这个错位结理啊 这是最古老的古董了 二十五亿年 婴生是开 这是个婴树 这颗野茎桃 还真是不错啊 这就是中国古董 听见水深了 但是看不见水 看看他这个旺季的时候 是可以哈 然后这边有个石门 然后这边有个石门 是那个孙斌和黄绝和鬼不祖 学道的地方 这个瘦子 不对 是头子 但是那个石门是这边看见的 在哪呢 这个位置在忘记的时候 看瀑布是最好的 这就下山了 还挺远的 看看我捡了一个手机 打开这个照片 就看见了 这是那个小胖子的 这是他媳妇 我刚才见过 他俩比我早走了个一二十分钟吧 正好我都烧不下去 这个小胖子 糊里糊涂的 你看了吧 今天呢 这里边还有些钱呢 你看 五十的一百的 啊 这是刘碧桥 和仙姑在这个地方洗过澡 他俩还知道 刚刚给我打电话 就在下面等着 你看嘞 最好拍下他俩了 看吧 那个小胖子 哈哈哈哈 啊 你就放那个 是不是 那个十椅子上 知道吧 今天中午的请吃饭了 哈哈哈哈 你怎么那个没花呢 没花呢 我一开始 我一开始是以为是你的手机 后来一看没花 我还以为你媳妇是吧 不是 来来我给你转那些 找到施主了 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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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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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这东西还给他俩 了冤心事 哈哈哈哈 还挺好 这两个这个牌坊 这是乾隆登林处 乐在登潘 唐玄宗还在这里封过潘呢 柱子刻得还真不错呀 雕刻的 看这些潘龙 很漂亮 嗯 李诗珍 曾经来蒙山才不要 那么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再见